歡迎收看華視晨間新聞 我是臉沛貝 先來關心天氣 昨天好像春天 很多人都換上了 保長袖跟短袖出門 臺北在昨天出現了 二十九點八度的高溫 跟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三號 並列為設站以來 一月時上第二高溫 不過要提醒大家 今天高溫會稍微下降兩到三度 可以看到北部高溫在二十六度 而中部是十七到二十六度 南部有二十七度的高溫 而東半部在十九到二十六度之間 水氣也增加了 從雨區報來關心 受到華南雲系北移的影響 可以看到整個東半部地區都會有雨 那另外也包含大台北 恆春半島都會有局部短暫雨 尤其花冬雨勢會比較明顯 其他地區也會有零星降雨 但是到了晚上可以看到 雨勢還是持續的 所以外出記得要帶傘備用 氣象小丁寧要提醒大家 今天還算滿溫暖的 但是明天又要變天了 星期六會是東北季風增強的過程 降雨會轉為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但還好這一波是屬於 比較乾冷的天氣 北部高溫降到二十度 沿海空曠地區下降十二度 提醒您要注意天氣變化